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孩子乱玩钢琴 当孩子在钢琴上乱弹的时候 你会不会阻止他 在练琴时间是件挺烦恼的事情 做家长的总是忍不住 你能不能认真好好练 在我看来乱玩钢琴也许是一个好兆头 说明他觉得钢琴好玩 所有能够激发孩子兴趣的都是一个 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我有一个朋友 作曲家朋友 我们在聚会中 他就弹起了他走上作曲道路的故事 当初练琴的时候 他总是不愿意认真地弹 老师给布置的 妈妈让他集中注意力好好弹 妈妈对这件事情很烦恼 可是他就是喜欢喜欢在钢琴上乱弹 他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 从最初的改编式的演奏 把他认为难的或者他觉得不顺的地方给改掉了 一直到做成他完整的曲子 现在他是一个独立的作曲家 当孩子在琴上乱玩的时候 让他玩一阵 不要立即阻止他 到底谈不谈 不谈就别谈了 也许这一句话可能就扼杀了一个天才 所有的创作一定是在一个乐趣状态 一个自由的自由发挥的乐趣状态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乱玩钢琴的现象 应该感到挺高兴的 说不定他会成为下一个作曲家 我的不少作曲学生都是从乱玩开始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